中国诗词大会了吗? 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可是一场不辣, 还全程参与答题了呢。 你看,这就是我在总决赛这一场的答题情况。 诗词问答,乐趣无穷, 让我们一起来参加挑战吧。 请听题。 根据提示,参与一位诗。 李白、王维写有这类诗的明天。 诗中常出现长庭、杨柳、酒等地下。 这类诗表达一别是个留恋、伤感或激励、劝勉。 你有答案了吗? 是的。 就是颂别诗。 前两天我们学习的《颂人二十安息》 就是一首颂别诗。 继续听题。 根据提示,参与一位诗人, 他生活在唐朝、游盛及衰的年代。 他的诗大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 被称为诗史。 后人称他为师圣。 相信这一题一定难不倒你。 他就是杜福,我们刚学过他的春夜洗语。 前几天,老师们带我们回顾总结了小学阶段古诗学习的常用方法和基本步骤。 我把它编成了顺口六,一起来看。 读准读空,有节奏。 注视插图,助理解,发挥想象,入诗境,结合资料,顾诗情。 今天,我们就学着这样的步骤,来学习北宋诗人贷重音的诗作《江上与者》。 请太老师写诗诗。 请太老师写诗题。 观众文字幕提供研究哦。 请太老师写诗研究avi目的容关系统。 未经编诗研究室体略白室кой我们进行褐 cursor。 假期应看历子是维ál口成本的诗研究室。 有点重用型墨炒 exist'. 不信用三红炉 donn到新春夜 геро证检讯。 首先并助于带我们等北津那么顾诗。 这空间那些率三ues稿 Yi所得通的 Пом和 attached。 只是大 horns。 生活中,我们常把写一部作品、一篇文章的人称为作者 读这部作品的人称为读者 想想看,愚者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愚者就是补愚的人,也叫愚民愚夫 那么,江上愚者意思就是在江上补愚的人 理解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诗题 江上愚者 这是一首五年绝句 只有短短的二十个字 对于我们六年级的同学来说 读准读通是小餐一年 请同学们自由读这首诗两遍 开始吧 感谢观看 读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读 江上愚者 送半种烟 江上往来人 但爱如与美 均看一夜周 出墨风波里 其中有一个多音字 墨 在出墨这个词中 读墨 你得对了吗? 结合以往的古诗词学习经验 我们知道 五言诗常采用 二三的节奏读 要提醒 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是 二三的节奏 是说在每一句的第二个字后 稍作停顿 但是不能断开 最好是适当的延长 比如第一句 我们就可以这么读 江上 往来人 这样听起来 是不是更有韭味呢? 请同学们 再试着读一遍 争取做到 你断 气不断 这首诗 内容极为浅显 只有一个注识 但 是指的意思 我们把它换到诗句中 但爱如鱼美 意思是 只爱如鱼美 也可以适当地增补一些内容 只爱如鱼味道鲜美 当然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名习惯 适当地调整 只爱味道鲜美的如鱼 请同学们 像这样 一行行地读 一行行地想 还可以连续插图 想想诗句的意思 开始吧 想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 江上往来人 但爱如鱼美 意思是 江上来来往往的人 只喜爱浮鱼的味道鲜美 均看一夜中 出没风波里 说的是 请您看看 那些可怜的捕鱼人 正驾着小船 在大风大浪里 上下颠簸 飘摇回忆 你说对了吗? 同学们 在这首诗中 诗人向我们描绘了两个场景 前两句描述的是 江岸上往来人爱如鱼美的景象 后两句描绘 描绘的是 江面上 鱼者夹着一夜中 出没风波里 补鱼的景象 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场景 请同学们 轻声读这两句诗 展开想象 你仿佛看到怎样的画面呢? 想好了吗? 我们先来听我跟上一位同学 是怎么说的 随着春天的到来 冬将热闹起来了 街上人来人往 人头攒动 人被热心地打着招呼 拉着家常 不时发出一件件的笑声 一片热闹的景象 这位同学 抓住了场景的中心人物 往来人展开想象 抓得特别准 同学们 您再想一想 江上为什么会往来人呢?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了 但爱鲁鱼美 您看 这就是鲁鱼 鲁鱼有许多种味 有的生活在江河 也有的生活在海中 少次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深受人们的喜爱 宋朝诗人陆游 在过八车绿雨时 就品尝了美味的鲁鱼 印象深刻 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圣地鲁鲁鲁鲁鲁鲁鱼 诗官回向 后来 这成为一个典故 叫 《纯奴之思》 由此可见 人们对鲁鱼的喜爱程度之深 了解了这些 请您再一次展开想象 围绕鲁鱼美 江上的往来人 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是的,他们也许在争相抢购 也许在讨价还价 也许正为坐在江边酒家的餐桌旁 等着美眉的鲁鱼上桌呢 让我们带着想象来读这两句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鲁鱼美 同学们 刚才我们抓住场景的中心人物 往来人 联系鲁鱼美 展开想象 使画面变得更生动更丰满 也丰富了诗句的意思 下面请同学们用上这样的方法 想象第二个场景 想好了吗? 相信你一定找到了这个场景的中心景物 在这两句诗中 有一个词特别重要 就是 出没了 你想啊 一个浪头袭了过来 小周好似被吞没了 浪头过去 小周才显露出来 惊弦躲过了这一波 小周就安全了吗 不 又一个浪头袭了过来 就这样一波接一波 一浪高过一浪 小周就在这朝起朝落间 一出一磨 一出一磨 真让人心惊肉跳 作者用意思相对的 出和磨 写出了渔民 在风荡里捕鱼的险境 可以说 他们是在冒死讨生活 这两句诗中 还有一处对比呢 找到了吗 我们可以想象 江水就像恶魔 张开巨大的嘴巴 追逐着这若不惊风的冥业洲 让渔民不寒而栗 也让我们担忆 也让我们担忧不离 来 让我们读出这种担忧 军看 一夜中 出没 风波里 渔民们 驾着一夜小周 在风波里捕鱼 是多么的艰险 还记得 江岸上 是什么景象吗 来来往往的人 饮酒作乐 却是一片热闹 两个场景 形成了仙女的对比 让我们看到 同一个世界 江岸江面 却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人生状况 此时此刻 您想对谁 说些什么呢 是的 我们同情仪者 他们为了生计 冒死在风波里捕鱼 我们也想对 江岸上的这些往来人说 要知道 你们喜爱的美味的鲁鱼 那是渔民们出生入死 同风浪搏斗得来的呀 让我们带着感受 来读这首诗 江上渔者 送半种烟 江上往来人 但爱如与美 均看一夜中 出没风波里 这首诗 语言质朴 平时 只用事实对照 没有进行评论 却引起了 人们对于你的同情 唤起了人们 对民生疾苦的注意 让我们配着音乐 再来读这首诗 语言质末 语言质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上往来人 为什么只有范仲淹关注到了云民们的生活状态呢? 诗研制要深入理解一首诗 我们必须知诗人 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篇来了解范仲淹 范仲淹自西文北宋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 军事家 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 2015年范仲淹苦读极地 历任兴话县令 苏州之州等职 因丙公职严屡遭贬斥 1040年 与韩启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昭讨副使 采取童田九首方针 巩固西北边防 上书打手赵条陈时事 提出十项改革措施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 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 和人人知识节操 对后世影响深远 嗜好文正 嗜称范文正公 同学们 从短篇中 你获取了什么信息呢 相信你一定记住了这两句话 先天下之幽而幽 这是范仲淹的明天 岳阳楼记当中的名句 意思是 在天下人担忧之前 先担忧在天下人想了之后 才享乐 在岳阳楼记中 范仲淹还这样写道 居庙堂之高 择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 择忧其君 说的是 在朝廷做官 就为百姓忧虑 不在朝廷做官 而处在庇院的江湖 就为国君忧虑 范仲淹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在朝为官期间 立主实施新政 提出打守照调成实事 其中的 君公田 后农方 简阳毕等 都是造福百姓的举措 可是 却因触犯权贵的利益 而受作 江上语者 就是范仲淹 在用鲜活的势力 告诉世人 要改善 底层百姓的生活现状 新政必须实行 让我们 和他一起 发出呼吁 再读 这首诗 读这首诗 我们能感受到 范仲淹 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触摸到 他胸怀天下的 伟大灵魂 再读一步 大灵魂 这首诗 再读一步 小灵魂 再读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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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把这首诗印在脑海 把它背下来吧 天下新王体肤有责 我们中国人历来亲怀天下 以造福天下苍生为己任 当前新冠肺炎的阴霾 还泥漫在我们中华大地的上空 我们却能安坐家中听课 那是因为有无数的医护工作者 他们奋战在一线 有无数的警察社区工作者 他们坚守在前线 他们和范仲淹一样 心中装着国 装着家 装着咱老百姓 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同学们 历史上关注民生的诗人 还有不少 您想到了哪个诗人 哪首诗呢 相信一定有敏龙 我们一起来读 敏龙 敏龙大手 堂 临身 其一 春中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四海无咸田 农夫 游乐思 其二 除何日当五物 汉笛 和虾土 谁知 盘中餐 历历 皆辛苦 我还带来两首 同学们 自己读一读 也可以借助 注释 插图 想想 失去的意思 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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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京 变身罗奇者 无事养残人 逃者 送门瑶尘 逃进门前途 屋上无片瓦 食指不沾淋 淋淋 居大沙 残妇讲的是 残妇昨天进城麦斯 回来时痛哭流泪 因为他看到城里身穿丝绸服装的人 都不是养残人 逃者讲的是 逃者挖进门前泥来做瓦 自己屋里却没有银片瓦 住的是茫草屋 而食指不沾淋 淋的人 却住着挖片如鱼鳞的高楼大厦 同学们 想一想 这两首诗和《江上语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是的 这两首诗和《江上语者》一样 语言非常平实 采用了适时对照 却反映了民生疾苦 揭露了社会的不公 像这样 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不公的诗 又被称为 讽律诗 讽律诗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还具有社会价值 课后 同学们可以把残负 逃者 积累 背诵下来 也可以找一找其他的讽律诗来读一读 这节课 我们通科斯的步骤 读准读通 有节奏 注视插图 注理解 发挥想象 入诗境 结合资料 误诗情 重点 学习了一首诗《江上语者》 认读了一个人 范仲淹 感受到他忧国忧民 心怀天下的情怀 文正宫 用他的一声告诉我们 文人的真正使命 不在寻找摘据 而在今天为地 同学们 你们是祖国未来的动养 请从小 让国 让家 让人民 住在心里 下课 下课 大家快乐 掀发 咱画 翻过 带 呐 сложно Mystery 花 蕊